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5月6日礼拜六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俄罗斯雇佣兵组织 华格纳集团的首领普利格津宣称 在战场的前线 弹药已经是严重缺乏 他威胁 如果迟迟未等到 俄罗斯国防部提供弹药的话 就将会在5月10日 撤出乌克兰东部的主要战线 巴克木特 并且会交由俄罗斯国防部部队 接管战场 第二单消息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突然间到访位于 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并且发表了演讲 扎连斯基强调 必须要以侵略罪 将俄罗斯总统普京 承之于法 扎连斯基还提到 他确信 当乌克兰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 就会亲眼目睹普京受审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议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华格纳集团的首领 普利格津有什么发表 在昨天他上载了一段影片 在片中他指着一地 几十具的雇佣兵尸体在说 他说这些就是今天死去的华格纳战士 血还很新鲜 他们自愿上到战场 但是全部都死了 而国防部长邵伊古 就可以好像肥猫一样 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面 他随后又宣布 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 那些战士就注定 是会毫无意义地死去而已 故此他就作出威胁 并且扬言 如果再收不到弹药供应的话 华格纳集团的部队 就将会在5月10日 撤离被围困的巴克穆特城镇 普利格津在影片 又大骂俄罗斯国防部的领袖 包括国防部长邵伊古 以及军队的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普利格津就说粗口地问 究竟华格纳集团的弹药 去了哪里呢 如果国防部能够正常供应弹药的话 阵亡战事就会减少5倍 以上就是普利格津上载的影片 所讲述的内容 我认为今次不是这么简单 虽然普利格津和普京之间 一直都是有些心病了 更何况呢 普利格津现在又去上载影片 臭骂兆伊古 就等同于是再一次破戒而已 因为普京已经作出了警告 就叫这个普利格津 你不要再批评俄罗斯中央的官员了 现在他是不听的 继续来到去吠 总参谋长又被他骂了 但是我的看法就认为 当华格纳集团仍然是拥有战斗能力的时候 他不会轻易地撤出巴克木特的战场 为什么呢 第一 因为普利格津之前一直都宣称 他说要在俄罗斯胜利日 即是5月9日之前 就打下巴克木特了 要配合莫斯科的阅兵 要为普京来争取面子 但是现在又说出另一个说法 就说再收不到弹药 就扬言5月10日撤退了 为什么选在5月10日呢? 为什么选在胜利日之后呢? 即是你临瓜柴临收皮之前 都要顾全普京的面子 所以我就怀疑这次到底是不是兵不厌诈 在误导老点这个乌军 第二 就是 在最近 俄罗斯的国防部副部长 米津彩夫 就被撤职 如今加入了这个华格纳集团 担任副指挥官 如果你都差不多收皮的时候 怎么会还有一个 原本在国防部里面担任高层的人 又加入去你的组织里面 这个人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他除了作为普京的心腹 要去到战场的前线 监督着普利格津的一举一动以外 他是不是还要把华格纳集团的雇佣兵 和俄罗斯的正规军 来做整合呢? 有没有这个作用呢? 难免会令人有这样的猜想 突然间有个大将加入 在Twitter上有段影片 是一些俄罗斯记者放上网 从片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米津彩夫穿着 华格纳集团的战斗装备 和制服 视察了巴克木特的训练营地 这个米津彩夫又有什么来头呢? 在去年俄军攻打马里乌波尔的时候 米津彩夫正正是担任指挥的角色 搞到在战场上 有超过两万名的乌克兰平民 不幸丧生 欧盟方面指控米津彩夫 是马里乌波尔屠夫 这些人应该拿去军事法庭接受审讯 他加入华格纳以后 马上就做到副指挥官了 只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可能普利格津真的在威胁莫斯科中央 你再不供应弹药我就收皮了 不打下去了 太惨烈了 当他这样想就算了 现在有个米津彩夫加入了以后 喂 他的指挥能力会不会受到削弱 他还能不能够完全握手 还是 他的决定会处处受到普京的心腹 米津彩夫的牵制 我认为后者的机会大些 到最后不是你想撤就撤 因为有个中央的大员下来 第三 就是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所说 俄军正向巴克木特派遣增援部队 如果都想不再打下去的时候 还增援什么呢 所以我的看法就会认为 如果华格纳集团真的在短期之内 就从巴克木特的战场撤退的话 他真的打到没得好打了 但是 他只要还有多少战斗能力 他就继续在前线磨 有什么所谓 那些僱傭兵 在普利格津和普京眼中是有价值的 人命何价呢 对于这些独裁者来说 所以 除非他真的撤退 不然现在他在说 就先听着 但是这也会反映出 在俄乌战场前线里面 对于俄军来说 战情是很严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法新社》 有另一篇报导 原来 由俄罗斯当局所任命的 扎波罗尔地区负责人 巴尼茨基 这个就是那些偽政权 俄罗斯的快乐 他就宣称 在最近几天 敌人加强了对接触线附近地区的战场炮击 因此 扎波罗尔当局就决定 要将那些儿童 老人 和残疾人 以及在医院里面的病人 就从炮火当中撤出了 有18个的定居点 是需要做撤离的 要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其他的地区 这一个举草就会令人猜疑 究竟俄军是否将会截截败退 因为有往迹可尋 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当乌克兰军队对克尔松地区 发动大反攻的时候 俄罗斯的魏政权 就在克尔松地区宣布了类似的撤退行动 后来 乌军就成功在克尔松的战线大破俄军 所以 会不会有一个参考价值呢? 这些反而是 比起普利格津的口买口赔的威胁 是来得更加是珍切 接着下去 我们又看看 在昨日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里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 就上演了一场埋身肉搏 搞什么呢? 俄乌两国分别都有派遣代表 去到土耳其出席克海惊吓会议 在网上流传的一段影片当中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桂莫菲耶娃 在这里拍片 即是拍自己在说话 在他拍片期间 乌克兰国会议员马里科夫斯基 趁劲走到桂莫菲耶娃的后面 展开了一面乌克兰的国旗 进行无声抗议 面对着这个情况 如果他不想拍到那面乌克兰国旗 可以怎么做? 文明一些方法就是转换镜头、转换角度 很简单 你个人走开的时候 镜头跟着转 就看不到 除非人家好像吊虾鬼跟着你 俄罗斯代表团的秘书长 斯塔维茨基 看到这个情况 一个战部就冲上前面 拿了马里科夫斯基议员 手上那面的乌克兰国旗 抢奪他 被抢国旗的乌克兰议员 立刻怒火中烧 追上去捉住斯塔维茨基 弄几拳给他炭火灰 同时抢回那边的乌克兰国旗 场面非常混乱 后来在场的工作人员和保安员 就把两人拔开 避免再踏下去的时候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也有工作人员安抚乌克兰国会议员 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俄罗斯说自己是什么的 战斗民族 现在被人打到一波一波 变成了战斗民族 因为那个是阿伯 俄罗斯代表团的秘书长 他面对着别人的国会议员 当然不够抽 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本身这个是不对的 你看到别人在你拍片的途中 整个乌克兰国旗在你后面探 你如果看见不满意 你俄罗斯最喜欢做的 是什么 极权国家最喜欢的 就是关机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不要在那里拍片 行不行 你找个地方再拍片 行不行 要踏马一点 整个俄罗斯代表围住 就没问题了 人们走不下去 其实整件事 根本上可以用一些文明的方法 来解决 但是偏偏俄罗斯那些人 喜欢动手动脚 没有文化 结果撞了这个乌克兰国会议员 他不卸你 那你就会被人灰 这些人是拿来衰的 这些又是外交失礼 令人质疑国家的行为 实际这些国家有没有国家的呢? 人家不发火 你当人生病猫可以的 可以抢奪别人的国旗 发神经 接着我们又看看 到底美国如何去研判最新的战局 美国情报总监凯恩斯 在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听证会上提到 随着乌克兰军队 准备在近期发动大反攻之制 普京很有可能想拖长的战线 拖到西方国家再无力去援助 从乌克兰当局为止 凯恩斯说 目前来说 普京的野心可能已经缩小了 只是想巩固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佔领地的控制 并且要确保 乌克兰永远都不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 凯恩斯认为 无论乌克兰的大反攻结果 能够收复到 乌东、乌南大部分的疆域 定义或仍然打不开僵局 普京都不太可能作出任何让步 来推动和谈 凯恩斯坦言 目前的挑战就是在于 即使普京在短期之内 可能缩小了的野心 但俄罗斯在今年内作出让步的可能性 都是极小的 除非俄罗斯国内的政情 脆弱到让普京改变想法 而在乌克兰计划大反攻期间 获得了西方国家增援武器 弹药供应和加强训练 反攻、俄军 无论在弹药或人力方面 都是期缺 即使乌克兰今次的大反攻行动 未能完全获胜 俄罗斯在今年之内 也不太可能再有能力 发动重大的攻势 即使要维持着最起码的攻势 普京都必须要再度下动原令 来征兵 并且还要确保得到 在现有 比如伊朗等国家的武器供应来源之外 还要取得其他国家供应大量的弹药 才能维持攻势 可欣斯最后说 美方会持续评估 普京目前最有可能的计算 就是要拖延时间 只有拖长的战争 才是对俄罗斯最为有利 也能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利益 对俄罗斯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可欣斯就解释 在目前美方的评估当中 这是非常不可能的 以上就是美国情报总监可欣斯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所说的 实际我都会大部分认同他所说的 尤其关于演变成为核战争的可能性 因为美国一直都有和乌克兰保持着紧密的沟通 禁住乌克兰 使得他不要对俄罗斯的本土 是发动攻势的 作为一个独裁者 一个土皇帝 只要他的权威不受到威胁 他为什么要发动揽炒呢? 就算俄罗斯到最后输了这一场战争 最多就是普京没有面 他养衰了失威 死也不是死他 他最多就是受到全世界的杯葛 没有国家敢接待他去外访 除了一些独裁国家以外 还有可能被大陆看不起他 就是这样的效果 他可以继续安然做土皇帝 如果他可以继续掌控到他国内的军权 他犯不着要发癲 但是如果他真的去发动核战争的时候 莫斯科马上就会被炸到希巴兰 根本上这些独裁者比一般人更害怕死 他怎么会去揽炒才行呢? 所以这个核战争的可能性 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我一直都不认为是很高的 至于凯恩斯提到 普京不会作出让步 我也是同意的 所以大陆你怎么可以推动到所谓的勸和速谈呢? 乌克兰方面就说了很多次了 跟你普京进行和谈不是不行 麻烦你首先要从乌克兰的全境撤军 既然普京做不到的时候 唯有是打过而已 至于目前来说普京的野心是否缩小了呢? 是的 但是这是短期之内的事 因为他知道打不到你的时候 他唯有就是 马实自己目前所拿到的筹码 但是当被俄罗斯成功回气之后 普京的野心也是会回头 根本上他在执政的二十年里 他经常打来打去 只不过之前打的全部都是被他欺负的 那个军事实力比俄罗斯弱很多 俄罗斯过往铺铺都赢的时候 普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军队所向披靡 否则怎么会挥军入侵乌克兰呢? 还要打闪电战三天攻陷几乎 怎会这么狂妄呢? 所以对于一个打开仗的独裁者来说 他的野心很难撲灭得到他的 除非他自身的实力削弱 他知道再打下去也没得赢了 他的野心暂时缩小 所以就算在这场战争过后 也要巩固乌克兰的军事实力 以对普京作出威胁 所以芬兰加入北约组织是对的 因为跟俄罗斯有边界接壤 使得往后 如果普京又发作 又野心大的 他起码不会选择芬兰去开刀 当然有其他国家 可能是租业、中亚那些 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打开仗的独裁者来说 你就要震惑到他不敢开战为止 所以就要增强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 因为他不打开的时候 他就会对于开战这东西 投鼠忌器 因为他没打过 很多人都没打过的时候 就不会像普京那样 那么轻易开战 用什么? 应验了马英九那句 首战即中战 一开战就收档 不用打 接下来我们看看 乌克兰总统扎廉斯基到访 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所发表的演说 扎廉斯基总统说 必须要让普京这个侵略者 完全感受到正义的力量 这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责任 要让侵略的行为受到全面的惩罚 不可逃避 故此必须要用侵略罪 将普京承之于法 但是由于国际刑事法院 对侵略罪是没有管轄权的 因此目前的框架下 就不可以用侵略罪去审判普京 就此乌克兰斯基总统呼吁 要在海牙另外设立一个特别的军事法庭 而他还说 他确信当乌克兰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 就会亲眼看到普京受审 扎廉斯基总统还说 相信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大反攻 一定会取得成功 同时他明确说 不会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现在如果大反攻是有胜算的时候 那需要跟你谈谈 谈什么呢? 谈来谈去都是各地求和的 不如不要谈 对于另外专门设立一个法庭 審理俄罗斯的侵略罪 因为欧盟方面已经表达了赞成 所以如果俄罗斯这次打书仗 有机会其他国家就卖位 搞这个军事法庭 到最后能不能传召到普京呢? 这个是后话 等同南非那件事 我看到有些亦有留言 其实是南非通水给俄罗斯 我的看法不是那么负面 我的看法是正面一点 就算你设立这些军事法庭 如果他不是一场全面战争的战败 好像德国在二战当中 他发动全面战争 然后收皮 当然可以把德军的将领拿去军事法庭审讯 拿日军的将领去审讯 但是 现在普京又不是发动全面战争 到最后就算乌克兰能够打圣仗也好 他也是修复自己的国土 就不是要反攻到圣彼得堡 打到莫斯科兵临城下 我想不会出现这个景象 因为这样就会增加全球核大战的风险 故此到最后 如果真的要审讯普京的时候 有什么机会出现呢? 就是当俄罗斯打书仗以后 如果普京的威信 是不足以再震惑到国内的政敌 或者有些人 根本上埋伏在他身边 不妥他很久了 如果有人发动政变的时候 夺权的人一定会把普京交出来 就把他杀出来死 同时又可以向西方国家示好 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最大的 如果不是 一般情况下 就算乌克兰打赢了 最多是俄军撤退 很难捉得到普京 虽然我也很想见到军事法庭 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 但是有些事情是没办法的 何况普京说干犯侵略罪 反人类罪 他不是第一波的 打过很多地方 又车臣等等 这个人是庆祝难输的 但始终要捉拿普京归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